皮符跟藕函数 然后来判断什么 判断就是说 这地方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说 如果他的这个体重 体重什么 超过正负百分之五 正负百分之五十的话 为不标准 主要是以这个不标准来看 那其他的话当然就标准 那怎么怎么去做判断 也就是说 这边有两个条件 就是说如果我说他的体重 大于他的应该标准体重 比如像这个已经过胖很多了 也就是说如果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 百分之五以上 或者是说 这个以下是负百分之五 就是过轻的 都算是不标准 那在这个中间的话 能算是标准的 这个中间算标准 那我如果说要根据 像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做判断的话 那怎么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一样 我们在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最近使用过的 刚刚有用过if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有逻辑 那两个嘛 那我们第一个逻辑函数 也用偶 好 直接偶 偶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呢 如果真 这个 我们的那个 真 这个地方百分比 真减体重百分比 这个地方 如果第一个条件 如果他是 我们是看那个不标准的 所以是大于的话 大于百分之五 如果是大于百分之五 这地方的话 我们就打一个百分之五 然后呢 第二个条件怎么样呢 如果或者是呢 这个真几百分比 如果说呢 小于负百分之五的话 负百分之五 过轻嘛 这个是过胖 这个是过轻 两个其中一个 如果成立的话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这两个其中一个成立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呢 不标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不标准 反之的话就是标准 反之的话就是标准